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我来解释一下那天 他们是怎么样产生心灵感应的 如何鉴别 我点的是谁 小姑娘是怎么知道的 小姑娘和小松 今天到底有什么样的暗号 那第一个大家可能也很明显 比如说第一个就是 开神主任阁 他第一次点的地方 比如说我选择天 他第一次点的就是 这里这个角度 所以他之后无论他点什么 他只要点到这 那就是这个 第二次点的 就是两下的就是 一下的就不是 就这么简单 第三下 每个都点两下 对吧 他第四个 为什么每次小松都点到 第四个说是呢 这是小松自己的问题 他每次都是 都是这样一个节奏 哎呀 我就不知道他脑子 为什么不动一下 我们其实是有诀窍的 那个诀窍藏度非常深 你们都没看出来 我觉得可能 只有非常非常细的玩家 才能看出来 就是他突然是点两下 点一个位置的 那就不是 点两个位置的 就是你知道吗 就是他都是点一个位置 都是点一个位置 然后最后点了两个位置 哎 那个就是 就被他认出来了 所以是约定成的这个暗号 是这么回事 懂了吧 有没有猜到 就负责的这些暗号 好